- 各位是不是很懷念啊 - 熟悉的地方 - 沒錯 - 今天又來到泰國的賽道啦 - 今天又來到泰國賽道啦 - 今天剛剛來到泰國賽道 - 咱們柏宇哥哥又來比賽啦 - 但是 - 非常臨時的小比賽啦 - 然後這比賽呢是YAMAHA辦的 - 所以可以可以各位看到 - 都是XMAX XMAX - 滿滿的XMAX - 大家一定很好奇 - 啊這個輪胎是用什麼 - 這些紅惡魔對不對 - 好台灣應該是俗稱紅惡魔啦 - 所以你看人家紅惡魔也是慢慢跑賽道啦 - 所以OK的OK的 - 人家都Brembo - 啊你都什麼原廠卡錢 - 那不是我車 - 你要比囉還是先排位 - 有 我都還沒有騎過這台車耶 - 最好的 - 對 - 現在就是 - 到車而已 - 要看一個車手 - 厲不厲害呢 - 就要看這個時候了 - 還沒騎過這台車 - 可以做出怎樣的單圈 - 行得怎樣 - 直接還會第二名 - 啊真的假的 - 你認真 - 可是我剛剛看其實你好像感覺沒有很快 - 沒有啊 - 時間已經到了啊 - 喔 - 我沒有知道啊 - 我都開很美 - 我都過得很簡單 - 我都過得很快 - 我都過得很快 - 我看你就是也沒有什麼傾腳這樣子 - 因為你想要中啊 - 一下子就摸到我 - 喔 這邊 - 太容易中的 - 他們也都會中 - 他們也都會中 - 他們也都會中 - 不到30度就中 - 看一下 - 啊 - 原廠煞車 - 幹贏人家 - Blambo - 這是什麼樣的道理 - 機體不重要 - 駕駛也比較重要 - 這是這個意思嗎 - 後跌盤 - 後跌盤 - 他把輪框的那個爪子都車掉了 - 然後還有這個輪框的邊 - 他也都摸掉了 - 只為了要偷清 - 補充一下啊 - 不只輪框自己車掉啊 - 他們的碟盤都自己偷清啊 - 幹這個碟盤我真的不太敢用 - 瞎雞巴在亂行 - 哈哈 - 超可怕的 - 剛剛那個載我們車行老闆啊 - 然後他就說 - 啊我為了弄這台車 - 我三天沒睡了 - 重點是 - 剛剛那車行老闆 - 柏魚叫他們載我們兩個來 - 然後我兩個睡超爽的 - 我們差點就客死異鄉了 - 對不對 - 黑隊友 - 幹 - 你的手機自己不開喔 - 我忘記了咩 - 我震動震動 - 看到沒有人家YAMAHA - 看到人家這種泰國 - 小孩子都會培育這種賽車的體驗 - 對不對 - 排完咧 - 對不對 - 嘴一下嘴一下 - 超級可愛的 - 超級可愛的 - 他們直接就在這樣一個區 - 然後射一些讓小孩子玩這樣子 - 我覺得真的超好玩 - 超酷超酷的 - 為什麼這老闆會來找你啊 - 因為我們鄰居啊 - 鄰居 - 就喜歡交流 - 幹 - 然後想說 - 欸走啊走去玩了 - 好啊走 - 就走了 - 我們現在發現原來 - 找柏魚參加比賽的這個車廂老闆 - 他只是改過直線車 - 哈哈 - 這是 - 測試者1號 - 對對對 - 你是白老鼠1號 - 白老鼠1號 - 剛才6的時候才告訴你 - 我順便來告訴你 - 我要撐一下台 - 結果要死給大家 - 呵呵 - 幹超鏘的 - 所以現在要最後一個起跑 - 對 - 要追27台 - 要追27台 - 呵呵呵 - 再笑死 - 真的 - 絕對要 - 非常高 - 幾根 - impacted by岸 - 剛才還不是 我們遇到什麼事 縱使 寶胎 然後我們要去醫院路上 還沒出發的時候 這位先生的車寶胎了 所以我們現在開著柏宇的車 要去柏宇的醫院 多災多難的一天 真的 我們回來賽車場 呃 讓觀眾知道一下柏宇哥哥還活著 剛剛我們那個醫院裡面沒有辦法掉點滴啦 那你還OK吧 不能播 這不能播吧 或是是這樣子啦 剛剛應該大家都知道柏宇哥哥呢 他的排位是最後一名 所以他剛剛在暖胎圈的時候就想說 試一下怎麼超車這樣子 所以呢一開始哇很帥氣的 超了好幾台車 結果咧一開我視線以後 他就不見了 然後他就失去意識直接關機直接摔出去 然後那個車子根本就只是小小的擦傷 因為他滑到草堆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速度 所以太厲害了 第一次看到他騎到失去意識的 然後最後他出發前都還很好 完全感覺不舒服 他還沒很high 你看這台車這樣 上去以後就是 重點是什麼 我們今天38度快40度 真的 40喔 正中午比賽 這在對還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酷的經驗好不好 OK 失去意識的車手 你們說自己排位第二 結果失去意識這樣 太屌了 你說什麼 現在這台車 YAMAHA附錢 摔車YAMAHA附錢 太屌了真的假的 因為是YAMAHA活動 直接去報上 看直接去報 看太死哥了 看到沒有 台灣的觀眾看到沒有 這就是泰國 泰國YAMAHA 天啊太死哥了 不會台車 應該是不會啦 好在這邊 重新更新一下 就是YAMAHA會負責一半的費用 對 一半啦 一半也是很多啦好不好 台灣廠商 應該沒有了可以這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 柏宇哥哥會來泰國騎車了 對不對 對 我記了 不知道有人 呵呵呵 因為呢 其實看到這幾天呢 都是 拍得很慌亂啦 也不知道在拍什麼 所以 趕快 還不知道有拍了一些 VLOG的 就是最後 藉由這個 最後一天要離開泰國之後 做個結尾 那今天這個結尾呢 主要順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要來 泰國 這柏宇哥哥又找我了 因為他開不平店 然後想要拍點 有關影片的東西 然後順便來 又來 就是找他玩一下 或是看一下 他的賽車生活 過得好不好 有沒有中暑之類的 呵呵 然後呢 這個故事又 跟大家講一下 啊 就是他當初跟我說 欸我想要拍什麼什麼 我就說 欸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幫他想了 哇很帥氣的 在曼谷騎車啦 然後不然就是 超難 賽到騎車 加上那個 安全帽不平店的一些結合 那種 有沒有讓人家看了就想要 然後來這邊買帽子 哇 我想了很多啊 結果啦 來了第一天晚上啊 全部打翻了 沒有這回事 他完全 我忽略第二個 就是第一個 溝通上困難 我沒辦法跟泰國人去 跟他們溝通 然後這傢伙勒 明明就會泰文 也不會翻譯 然後第二個勒 是什麼 我想的東西太難了 泰國到處塞車 我想要拍街景騎車的 真的太難了 然後勒 他又說要拍妹子 他要捏捏 然後呢 他媽想要捏捏 然後問題說 又找不到 有捏捏的 然後會騎車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拍影片是這樣 真的 事情不是 傻人想太簡單啦 真的 拍影片沒那麼簡單 不是說他媽 你請個攝影師來 然後 就什麼都可以 就有好的影片出來 真的沒辦法 所以呢其實這次 我拍了什麼東西 我也是覺得 我會害怕啦 好不好 所以 希望回去以後呢 可以安全的 教一個 博裕格格勉強可以 接受的影片給他 但是喔 我是覺得很難啦 不過是這樣子啦 他自己 重點來了 好 那 基本上這次 為什麼會來泰國原因啦 不過呢 還是 主要還是說 順便來看一下泰國這邊 然後 關心一下 博裕格格賽車生涯啦 你看 對不對 台灣人這個什麼 水土不服嘛 中暑中一波有沒有 意外 意外 重點是什麼 還是小比賽 大比賽 我不知道他怎麼辦啦 暖胎圈 暖胎圈就中暑 哈哈 好啦 那希望這 這一次的泰國型的影片呢 你們會喜歡 一樣 持續追蹤康康 一樣持續追蹤一下 咱們的播 欸你們有粉絲專頁 給大家追蹤嗎 沒有 好啦 真的很低調的 就這樣吧 那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當然也可以訂閱康康 然後按下小鈴鐺 按按二次訂閱 就可以看到我上傳的新影片 OK 好啦那我們 下次再見 掰掰